我們現在去到第十七頁 這是關於Centripetal Acceleration Centripetal這個字為甚麼呢? 其實中文就解作向心 不過你聽完中文之後 如果不知道詳細為甚麼都沒甚麼用 這個Google Translation 沒甚麼意思 我們稍後解釋整個發生甚麼事 有物理概念 Acceleration 等下都知道 這個加速 先問一下這堆東西 這堆字別看了 先看圖圖 假設有一個人 在這裡跑 他的速度 就是Constant Constant Speed 譬如他的速度是5 跑完一輪速度也是5 那他有沒有加速度呢? 有沒有呢? 其實答案就是這樣叫做加速了 OK 你還記不記得加速度呢? 有些文字 譬如說 如果那個moving direction of an object 是在改變的時候 這個物體就叫做加速了 因為加速度的公式 A也是V-U除以T V和U是代表Velocity Velocity是Vector 如果一個Vector 如果方向不同了 也叫做不同了 減完之後就已經不是0 所以我除以T之後 就算是Constant Speed 就算是Constant Speed 但方向不同了 分子也不會是0 所以A也不會是0 所以叫做加速了 好了 我們在圓周運動裡 除了A也是V U overT之外 還會成為A 所以這裡有一個項目 目標就是想研究一下 當一個物體 彈彈圈地轉 Constant Speed 那這個加速度 如何計算出來呢? OK 強調一次 就算彈彈圈地轉 Constant Speed 也一樣計算到一個非0的加速度 好了 我們先用R1加速度 A也是V-U overT 如果走直線的話 譬如有個公仔 一開始 Speed是2 最後4秒後 Speed是7 我們就代替 代替 7-2 over4 V-U overT 計算到1.25mps2 好了 但是 都是一個東西 彈彈圈地轉 我們如何計算V-U呢? 這是一個Vector Vector 我們會用Vector Addition來計算 減數 如何是Vector Addition呢? 第一件事 例如我減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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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其實在數學上可以寫數 4加-3 1個減數 可以當加數處理 當然你要知道 什麼是負數 這我們 數學 不要不關事 那Vector 如何做呢? 如果1個Vector 減來1個Vector 這個原理也是一樣的 即是 把第一支Vector 加1個負Vector 把另一個Vector 變成一個 Negative Vector 就加 那甚麼是 Negative Vector 呢? 第一支Vector 是 V 不用選擇 U 就要把 U 變成 Negative Vector 那怎樣是 Negative 呢? 看看這兩幅圖畫 其實我本來想在這裏做事 但因為我怕這裏會亂,我會抄過來 V 這個 V 其實是一樣的 斜斜的 你會發現 U 就向上負Vector 就向下 這樣變成 沒問題了 我當 U 是一支Vector V 是一支Vector 那就兩支Vector 加起來 但兩支Vector 怎樣加的呢? 我們用 Tip-to-tail 的 method 加 那甚麼是 Tip-to-tail呢? 即是把兩支Vector 的頭和尾 就變成 Tip-to-tail 那現在,把 V 這支Vector 接近 負Vector 的尾 就叫做 Tip-to-tail 即是起點和終點 那這就是 加完之後 或者加過 Negative Vector 的結果 可以嗎? 所以 所以 分子 用幅圖來看 兩支Vector 減完之後 是甚麼呢? 就是這一節 那這一節有甚麼好計 這一節有甚麼好計 這一節有些是計 OK? 假設 Angle Vector 是細的話 那這三角形 是否 是 Angle 越細 是否 越像一個線形 OK? 行不行? 當 Angle 越來越細的話 其實 這個 或者 這個 Angle 越來越細 這個線形 亦都像一個三角形 這個弧度 你也不覺得是弧的 OK? 好了 如果這個Vector 是細的話 那 假設這條邊 是否記得有條 叫做 R 那 弧場 就是 R Vector OK? 如果半是 R 那弧場就叫 R Vector 好了 那即是說 這一塊 我應該用煎鍋筆 這一塊 是不是應該等於 這個 的長度 成Vector OK? 那這個的長度 我是叫什麼呢? 我是叫做 V 這個的長度 我是叫 V OK? 這支 Vector 的長度 我是叫 V 可以嗎? 好了 所以 既然這樣的話 即是說 這個半徑叫 V 即是說 這個就叫 V Vector OK 即是說 在這條公式裡 這個 分子 即是公式 A 的公式分子 所以 原來是 V Vector OK? 好了 那麼 加速度 A 也是 V U over T 即是 V Vector over T 好了 如果我把 V 凸出來 變成 Vector over T 那你還不記得 Vector over T 即是 Angular Velocity 即是 Omega 可以嗎? 所以 A 第一條公式 就等於 V Omega OK 還可不可以變成其他東西呢? 如果 我把 V 有另一條公式 V 都是 R Omega 如果我把 V 都是 R Omega 代替 那你 心算 這個 V 變成 R Omega 那就變成 Omega Square 對嗎? 那就是 R Omega Square 就是第二條式 OK 如果 我們以 Omega 做主項 Omega 就是 V over R 對嗎? 那我把 Omega 代替 V over R 那就可以變成 V over R 這個變成 V over R 所以 V Square over R 所以 向心加速度 基本上 就有三個形式 那麼 大部分情況來說 有這個公式 以及有這個公式 已經足夠了 其實這個公式 沒有什麼可用到 為什麼? 因為 R 條題目 多數來說 都會把 R 給你計算 所以 用這兩條式 機會是最多的 OK 古論員 加速度的數值 就有些公式 加速度的方向 我們應該指向哪個方向 加速度也是Vector 所以有方向 那麼 Heading 我們叫做 San Shapiro Acceleration 即是指向原心 我們看看是否 所以 這幅圖 剛才我們 看看這條公式 A 都是V-U over T 那V-U其實是Vector 所以 V-U這支Vector的方向 也就是加速度的方向 那就是這幅圖 V加乎U 或者V-U 那就是這個方向 那是不是指向原心的呢? 其實 剛才V不是這裡 而我先找個圓 那我把圓衹補給它 那我把圓衹補給它 好了 那我把圓衹補給他 好了 基本上 V-U V-U 即是E-U 其實是指向 圓形的中間 正是因為這樣,這個加速度的方向是指向中心 所以 Direction of acceleration pointing towards the center 因此它就叫做向心的加速度